近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 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 有人指出范冰冰付出有望 时代发展顺心万变 次日便有时尚品牌官宣范冰冰成为代言人 2月6日中午范冰冰配合官宣发布动态 并发起抽奖 转发抽50位网友送所代言品牌的衣服 范冰冰的黑色套装无懈可击 浑身上下有不少链子颇举嘻哈风 就是热情的中芬大波浪一言难尽 加上发夹有点萌 众多不同风格的元素都有所冲突 范冰冰晒出不少身穿该品牌服饰的美罩 发型还是同一个大波浪 服黑矿眼镜 红唇点睛 红色西装偏总裁缝 袖口露出网格内衬 整体风格没看懂 但性张力拉满 新规不适用于旧案 范冰冰等人付出有望 但央视很快给出评价 劣质艺人想付出没那么容易 范冰冰是否会付出还有待商榷 如果真的打算卷土重来 他距离真正回归影幕 仍有很多路要走 喜欢就定音乐呗 谢谢大家看的